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一行指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上涨14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的8点59分 来到14880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上午的10点11分 来到14056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是166点 现获的成交量来到2406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水涨船高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11月的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 是远远高过于市场的预期 就在大家担心通货膨胀压力 再起的情况之下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是小跌作收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台子期是一个小幅开高的情况来出现 那么开盘之后呢 很快的9点钟过后 马上又登上了15000点的整数关卡 那么上个礼拜五啊 在节目里面 我有特别来告诉所有的投资朋友 上次大家看到外资整个台子净多单 大减了9000多口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障眼法 果然呢 今天行情啊 又重新看到了15000 那么就在整个指数 来到这个位阶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电视还是网路上 所有的节目 每一个人都在找题材 找标股 现在每一个股票老师 手上满满的都是标股 但是呢 是真的 是假的 只有天知道 而一般的投资朋友 完全没有感受到 这一波行情上涨的喜悦 这一波从13000点 来到15000点 总共有2000点的涨幅 但是大部分的人 手上的股票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这个波动 因为现在啊 我说过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整个盘式结构 不像是过去啊 有这种资金慢贯的 所谓资金行情啊 那个时候啊 随便买随便赚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 现在资金不像过去这么多啊 很容易往往呢 你一进场 不小心又套在上面 尤其是呢 大家都在叫你进场 去追股票 追股票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进场之后 你的股票并没有太大的表现 而当这一波行情 这波行情走完之后 你是不是还要再套一次 那么有些人会认为啊 这个时候不做股票 来做指数 但是呢 行情波动非常的剧烈 这时候不小心 追高杀低啊 到底该怎么做才好 很简单 其实你只要透过 我告诉大家的 专业的看盘方式 你就能够比别人 更快掌握今天 整个盘面上的结构 了解到盘面结构 就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当然你的胜算 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呢 怎么样掌握今天的结构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 透过我们的指标 我们的看盘口诀 我们的看盘口诀就是 稳盘靠现货 公式看期货 虽然这只有短短的十个字 却是包含老师这二十年来 实战经验的累积的精华 那么呢 透过这十个字 在早上第一时间 你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出 今天整个盘式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行情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台子期的涨幅 是不是领先大盘 所以呢 公式看期货 只要是台子期掌握了这个发动机 这个公式发动机的角色 基本上今天的行情就不会太差 尤其是呢 今天盘中 电子期的涨幅 也是领先台子 也领先金融期 这就表示啊 今天是一个多方控盘的局面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早上只要透过这个口诀 你就知道 今天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那么呢 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来看盘 仔细的做分析 怎么办 没关系 你今天只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进场 老师会在每一天早上 第一时间啊 把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做一个非常快速 而且完整的分析 来每一天 让你做一个操盘的参考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9点06分 开盘短短的6分钟啊 我就已经把整个行情 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规划 首先我们看到 今天台子开盘前5分钟是 2584口 是小于过去5日均量 5123口 小的幅度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 整个现货今天开盘 第一分钟是成交了80亿 也小于过去5日均量的96亿 所以呢 其现货成交量萎缩 波动率下滑 早盘台子的涨幅领先现货 电子期的涨幅领先 金融期显示啊 是多方控盘的局面 但是呢 整个量能偏低 推升力道恐受限 盘式啊 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 你会知道 今天是一个震荡偏多的形态 是不是你在操作上 就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而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能够透过指标 来了解到 主力开盘的时候 他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个时候你跟着进场 是不是你的胜算 给你的细心 也能够加倍的增加 那么怎么样了解到 这个主力啊 开盘的时候 他是做多还是放空 很简单 透过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我们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 14889 14889 这是每一天早上 台子在8点45分开盘之前 我们的系统会计算出来 台子今天应该开在的 一个合理的价位 那么等到8点45分 实际开盘价出来之后 马上跟预估价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当下一秒钟 你就能够掌握主力 开盘的时候 他是做多还是放空 我们就来看一下 早上会员所收到的 这个简讯的截图 我们看到今天是12月5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 14889 那么今天的实际开盘价 是14898 所以当898 大于889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主力开盘的时候 它是一个多方 偏多的一个操作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公布的时间点 今天是在早上的8点41分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每一天早上开盘之前 我们的会员都会收到预估开盘价 等到实际开盘8点45分 14898出来之后 898大于889 这么简单 就是跟着主力 第一笔单 我们就跟着做多 那么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 行情呢 稍微震荡一下 跌破平盘 马上往上冲 而在这个时候 就触发了我们第二笔加码单的讯号 我们第二个加码在哪里 9点03分 14925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就是这两笔多单 在8点45分 14898 跟着主力做多 那么呢 9点03分 14925 是我们的多方加速点 所以今天只要 你能够在这两个位置进场做多 到今天的高点的位置 一口单 总共有148点价差的空间 不管你平仓在哪个位置 今天只要你能够开盘的时候 掌握正确的方向 你只有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我们就来看到 早上会员所收到的简讯 除了早上在8点45分开盘之前 我们系统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之外 等到实际开盘的时候 我们还会发送讯息来提醒会员朋友 我们就来看到今天 12月起始开盘价附近 直接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多通光束指标 大数据运算 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离在起跑点 早上5点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顾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 涨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 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 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是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 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是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是强弱 所以我们的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 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如果你想要赢在起跑点 想要比别人更早进场的话 是不是光速指标 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 一样在早上9点03分的时候 起子目前是14925附近 收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所以不管是光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这个我们都知道 做当冲 每天最重要的是 掌握开盘之后的方向 如果你一开盘做错方向 接下来你只能够怎么样 被动的等待解套 可是如果你一开盘 做对开始赚钱 其实接下来的操作 就会非常的轻松 所以做当冲 最重要的是 节奏一定要踩对 怎么样踩对节奏 就是透过我们的指标 你想想看 虽然它计算的方法 跟逻辑不一样 但是往往都能够帮助会员朋友 帮助投资朋友 找到当天正确的方向 两个指标搭配一起来看的话 是不是准确度 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早上刚刚所讲到的 9点06分 我们给的第一首分析报告之外 9点20分左右 我还会整理一个 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这个整体盘间形态并未改变 未平昌量创季期新高 有利多方 那么第二个 台子涨幅领先现货 电子的涨幅领先台子金融期 刚刚讲过 这就表示多方控盘 那么第三个 昨天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高于预期 实际上怎么样 美股全面收低 那么第四个 期限或成交量明显萎缩波动率下滑 要留意盘中的转折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整个盘间形态并未改变 尤其是呢 未平昌量持续的增加 有机会形成嘎空走势 但是早盘成交量偏低 力道不足 盘中一出现技术性的拉回 值得留意 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在每一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 开盘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够比隔壁老王 更快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要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多头老师的节目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不断去放大一些利空的新闻 巴不得每天都要出现世界大战 如果过去你都是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对实际的操作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我会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的时候 就能跟我的会员同步接收到 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能够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完全免费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训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通电话 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 希望无限 永成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股市 道琼指数我们上次说过 最重要的拐点是8月16号 那么这几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上下下都是在这个高点附近来做震荡 那么呢我说过 震荡到最后多空必须要摊牌 因为整个月线开始往上延伸 跟上一波的高点啊 在这个地方会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支撑点 如果在这个时候往下跌破的话 那就代表美国股市的反弹 这一波恐怕就要进入尾声 那么如果能够顺着月线持续往上攻的话 那表示接下来还有一波大行情可以期待 所以这个礼拜 这个当月线啊 跟8月16号的高点 这个地方形成交叉之后 那么多空就会出现明朗的走势 那么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 除了美国股市啊 可以看到最近啊 不管利多利空 其实行情震荡真的非常小 反倒是亚洲股市震荡非常的大 尤其是以A50 作为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指数 A50所代表就是大陆股市 上一次在这个地方啊 投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画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但这边有一个下影线 当时就是出现所谓的白子革命啊 大家吵得沸沸沸扬扬 当天开低走低跌破月线 但是呢 跌破月线之后 其实很容易形成所谓的头肩顶的形态 但最后他收了下影线 而且隔天是开高走高啊 多头强力表态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又形成了一波上升的格局 所以呢 这个开高月线啊 直接站上去当天啊 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关键 也让接下来行情有机会 持续的往上来做创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亚洲股市的波动 是明显的大过于美国股市 那么如果整个A50 所代表大陆股市 能够持续的往上来挺进的话 对整个台北股市的后市 当然就具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虽然呢这几天量能是偏低的 但是呢 基本上他都遵循着一个规则 跟一个特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只要是收红的情况之下 量能都是持续的增加 那么呢收黑量能是减少的 那么呢接下来有往上啊 可以看到收红棒 量能又小幅度的增加 所以如果单纯 我们从整个大盘的价量形态 再来观察的话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的局面 那么最重要的是同样的 我们做指数就是要看整个 未平昌量台子期的变化 我们先看到整个月线 现在来到14403 上次我们讲过 这边差距了1200点 台子的位阶跟月线差了1200点 最后势必要收敛 那么呢这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 让月线有时间往上来做靠拢 那么呢在这个盘整区的最重要的下源支撑 就是14450 当14450跟14403 你可以看到月线即将要出现一个交叉 在这个地方即使拉回 它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力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盘是一个 还是属于一个震荡偏多的形态 那么就来看一下 整个台子期未平昌量这两天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从上礼拜四是82384 对不对 那么呢上礼拜五来到85713 在这个时候啊 85713上礼拜五增加了2000多口 可以看到出来 期货筹码动能非常的充沛 那么今天呢 行情仍然是属于一个霞幅震荡的格局 但是呢未平昌量竟然再度增加来到 86774 也就是呢 在这一波横盘的形态里面 大家参与度减少 可是流仓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过去我们讲过 台子的未平昌量 它不代表多轰方向 不是未平昌量高就会涨 未平昌量低就会跌 而是呢 当未平昌量越高 表示流仓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留在场内 等待行情一触即发 那么呢 如果按照目前的走势来看 是一个震荡偏多的形态 而呢 搭配技术形态来看 现在的未平昌量持续增加 代表对多方啊 筹码是对多方是相对有利的状况 那么呢 除非啊 它出现长黑灌破这个支撑点啊 才有可能让整个多空的优势出现改变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这还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刚刚我们讲过开盘的时候啊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有讲 水涨船高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当行情持续往上走 未平昌量越来越高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水涨船高的走势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呢 其实很多人啊 在不管是在股票市场 还是期货市场 大家都在找寻所谓交易的圣杯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交易圣杯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在找所谓百战百胜的这种公式 但基本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如果有百战百胜这种方法的话 早就得到诺贝尔奖 所以很多人在电视上 节目上或是网络这些同步节目 每一个老师每天都大赚 你觉得有可能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真的每天都大赚的话 早就得到诺贝尔奖了 不是吗 所以真正的交易圣杯 绝对不是百战百胜 那是什么呢 而是要找到一个稳定的操作方式 什么叫稳定的操作方式 其实很简单 只要一个方法能够告诉你 能够提供你七成的胜率的话 它就是一个好方法 怎么说 我们来算算看 如果以一个月 二十个交易日来看的话 代表呢 这二十天里面有七成的胜率 有六天是出现亏损 停损的状况 把这六天 我们把它扣掉前面赚钱的六天 是不是还剩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二十天里面 还有八天是净获利 这八天 我们每天不要多 我们用四十点来做当冲 停损停利多抓四十点的情况之下 有七成的胜率 这样一个月下来 用两口台子来操作 各位投资朋友 就能够帮你创造 十二万八千块的一个业外收入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七成的胜率就是一个好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当冲智能指标的一个懒人操作法 所谓的懒人操作法 刚刚讲过 就是每一天把停损停利都把它固定四十点 那么呢 每一个胜当天代表 获胜超过四十点以上 我们用四十点来计算 每一个负代表当天打到四十点的停损 二话不说 马上出场 而这二十天下来你可以看到 总共是二十占十五胜 各位投资朋友 二十占十五胜代表总共多少点数呢 我们总共创造了多少 八百点的价差 这八百点表示这二十天 你总共赚了多少钱 新台币十六万 各位投资朋友 你只要用两口台子跟着我来做当冲 每天停损停利各四十点 行情大行情小 每天出现什么消息 你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每天早上开盘之后 短短十五分钟就能够打完收工 你每天就好像你自己开门 做一个小生意一样 你用一部分的本金 权益跟老师一起来做操作 每天只要四十点停利 四十点停损 你也不用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有一个稳定的方法 能够让你每一天轻轻松松的 靠着这样的操作 一个月让你增加十六万的收入 是不是比你做股票还要来的简单 如果你每个月可以不要说十六万 打个对折 每个月增加八万块的收入 是不是你的薪水比你的主管还要高 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 游山玩水 或是买任何你想要购买的商品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有稳定的操作 我们每一天的操作 停损都是固定四十点 所以风险都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那么透过我们的交易这二十天下来 你可以增加到十六万的收入 刚刚讲过 打对折也有八万块 做股票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是没有 但是今天老师提供我这二十年来的 期货的实战经验 用这么简单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 很多想要操作指数的投资朋友 找到一个所谓的交易圣杯 用让我用最专业的方法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通都有 我常常在讲 只要你准备好了 随时都有机会能够反败为胜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找对老师来一起操作 所以各位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最后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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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